大家好,我是薇薇,欢迎大家来到缤纷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纷娱乐现在开秀 一个人的声音多变是怎样的体验呢 这就要问问百变歌喉周深了 最新一期歌手当大之年周深在线神级表演 唱了一首二次元神曲《大拉崩吧》 一人玩出了一台音乐剧 一人分饰五个角色完美展现了小女孩 少年国王巨龙旁白的声线 如果最后的婴儿啼哭也算的话 那可就是六个了 百变音色令人炸舌 抽星星还唱跳结合 表演了一段极乐净土的舞蹈 没想到她放飞自我的表演再次征服了观众 夺得了第八期的冠军 她解释说前几期自己选歌是为了赢 这一期要遵从本心唱自己想唱的歌 一开始小女孩的声音唱出来的时候 在演播室的肖敬腾都惊了 连日本歌手米西亚也被惊艳到了 忍不住用中文说宝藏男孩周深 讲真周深在歌手每周都展现出新的技能 从成名曲大鱼到唱跳Monsters 到俄语达尼亚到分世多角达拉崩巴 她的嗓音可以是童真活泼的女孩音 可以是稚气未脱的少年音 也可以是魂后老成的周年音 周深让所有人看到她身上更多的可能性 独音无二二的声线 她的嗓子已经是最好的设备 初时周深 或许你是因为中国好声音上 那首直击导失内心的欢言 或许是因为那首犹如天籁 一听就醉的贝加尔湖畔 或许是因为大鱼海棠 那首唱到你落泪的大鱼 大家都说 如果嗓天是上天赐给歌手的礼物 那周深一定是被偏爱的那个 不是反串 不是尾声 更不是娘娘腔 周深的声音跨越年龄 跨越性别 始终保持着最空灵纯净的美 但你别看周深 火得不行 她的演艺道路可并不是顺畅 2014年 她参加完中国好声音之后 并没获得太多的关注 一度发不了唱片 只能频繁录Demo 跑商演 还好之后 她遇到了慧眼石珠的高晓松 2017年 高晓松自掏腰包 自认兼致 帮周深发行了第一张专辑 深的深 还把同样的原创私藏 玫瑰与小鹿 你也都给了周深 她曾评价周深的声线 是介乎同声与女声之间的魔音 一个人的常识般 事实证明 高晓松没有看走眼 没过几年 因为大鱼和声入人心 周深终于慢慢走红 更多人听到了她的天籁之音 然而 当大家还以为周深歌声 只能睡仙气的时候 下一秒 她就与李克勤 组成了秦深深 来了一首野狼disco Rob深的弹舌厉害了 还记得周深在参加蒙面唱奖 猜猜猜的时候 踩着九公分的高跟鞋 戴着假发 一袭 坠地长裙 是众人眼中的女神 但是舞台结束 面具摘下 却是一个瘦瘦矮矮的大男孩 让所有的评审团都打失一惊 尽管她知道这样的装扮 一定会带来争议 但她还是这样做到了 因为她更想让人们好好欣赏她的歌声 认识到歌者周深 空灵歌者 曾以耿直 细清 卷进耿王 自带疗愈效果 自从周深出现了以后 神仙嗓音加上搞笑灵魂这句话 终于有了画面 作为一个毕业于乌克兰 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美声专业的歌手 周深和大部分人想象的不太一样 不仅没有偶像包袱 没有高冷的气质 还嘴碎 专制各种彩虹屁 张嘴就是梗 音乐人齐欣 曾经问过周深 之前你在比赛时 是一个内向不爱说话的人 现在变得很活泼很开朗 你成为艺人之后 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转变呢 周深回答 小时候他人的流言蜚语 让他一度的封闭自我 等到长大之后 他才明白 不要在意他人看法 他可以在直播中 随意切换罗里音 大树音 Siri音 后来甚至还来了断杀助教 当别人还沉浸在他的歌曲里流着泪的时候 他一脸的淡定 从座位底下掏出一瓶酱油 电视导购上身 他说自己有驼背的习惯 演唱会设计了一个小皇冠 他要保证自己尽量不驼背 因为如果驼背 皇冠会掉 面对长辈 周深也是皮皮的 周华剑夸套 乐语用的非常好 李克勤得意的说 因为跟我沟通比较多 学的比较快 周深紧接着来了一句 对 跟你沟通后 我普通话变差了 皮还是你皮 他还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怼粉小能手 大家哄抢着让他换头像 他在采访里直接吼了一句 少管我 也是从来没见过你这样耿直的明星了 问他粉丝越来越多以后的内心感受 他立刻接上一句 好烦 你们不要再吵架了 他喜欢怼粉 也更充粉 在微博上 他经常会回复前50个粉丝的评论 很多生米们说 不开心的时候就去翻一翻周深的微博 就会很开心 因为周深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邻家大人男孩 也正是因为他能够真性情 不装不作 让他反而在这个浮躁的社会 收获了许多真诚喜欢 然而面对现在的名气 周深也看得很淡 我就是个唱歌的 只是恰巧非常感谢你们喜欢听我的歌 对于周深而言 火不火似乎没那么重要 因为他只想好好的唱歌 在这个浮躁的圈子里 我们奋力前行时 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急功近利 反观周深 却像一股轻流 在他的身上 你看不到焦虑 也看不到功力 或者是受过太多的挫折 走过太多的坎坷 又承受了太多幸运的人 才知道什么是最适合自己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